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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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我记得一次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大販過我很多 他看了一個小時 然後他送我回家 但我和他不熟悉 亦沒有生意談 亦說他是大哥 他是大哥 很會做的一個人 很友善的一個人 他就是一雙白鞋 他應該是很多人 因為他算是社會現代 博愛主席 應該很多人會送一些機會 送一些生意給他 例如這裡 可能加倫敦金公司 我覺得他家倫敦金公司 他不至於去做一檔的事情 他應該是給你做的東西 他就去做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非執董要承擔的政治風險 他執董 要承擔的政治風險 有什麼事就要上身 我不知道是否承擔政治風險 但至少會有麻煩 我不相信他是主謀 人家應該說你做睡覺 可能他做睡覺 我們又拉遠一點點 倫敦金 其實我小時候 小學時已經聽過這個名字 那時候倫敦金 在我的角度 我上網都會亂找東西 那時候倫敦金其實 都不是很負面 我記得一周刊 有一期有訪問過倫敦金經紀 當然他又不是說他們賺大錢 他就說 其實我們都有去介紹 例如我記得印日聚收的時候 那時候有個廚師 找了我去投資倫敦金 結果贏了十幾二十萬 但去到近這五至十年 倫敦金已經等同於騙局 我基本上一聽倫敦金 都知道是不方好東西 其實倫敦金是什麼 這個就真的說來話長 我真的怕我說不完 其實倫敦金當年是一個貨幣 即是金本位是貨幣 是期來有至 即是倫敦金是炒了很多年 但是後來有些很聰明的人發現 為何人們炒來炒去都輸 不如我們全部收掉 那便贏了 其實當你做金的時候 你做margin 首先你不要說你贏人輸 有任你賭你都會輸 長賭必輸 但問題是說 如果我用一個比較專業的說法 就是你的margin 那個幅度和波幅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如果當波幅是很大的時候 無論你做買家還是做輸家 你輸的機會都是大贏的 明白嗎 即是買和賣都是輸的機會 譬如你現在做樓 如果你做股票 你比一成margin 他上一成跌一成就輸了 即是因為他的margin ratio 和你的波幅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無論你怎樣買都輸 那有些很聰明的人 不如就收拾吧 收拾的意思就是 無論你買都收拾 買還是賣都是我賠給你的 因為你長賭必輸 好像開個賭場一樣 但你輸的機會是大贏的機會很多 我受光你 那我就準備一成鎮賺給你 那不如受光 當然有些很聰明的人 但你會遇到一些很聰明的人 如果很厲害的話 你就會煲你 因為其實有些人很厲害 所以你會住到一個 這個叫做博弈 一個博弈 那時候香港去做 等於開賭場 去做就是有金人圍場 有些港金 到最後 我想大概是七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做倫敦金 Local London 其實香港 當全世界 香港金融中心做了很多年 我很小 我大過你 已經是說 其實當時香港是黃金中心 不是金融中心 股票全部不入流 但黃金中心就是香港 蘇黎世 倫敦 就是三大黃金交易所 是 到那時候大家買 為什麼買倫敦金 因為倫敦金不受監管 如果我買港金的話 你金人貿易牆 會員牌 你其實只是合法賭場 合法賭場 你當然是合法監管 倫敦金就不同了 有沒有買到 有沒有做到 你不知道 或者怎樣去做 竟然是這樣 為什麼是沒有法例監管的 所以 所以 就是沒有法例監管 你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辦法 如果你這樣說 就等於變相賭場 沒錯 所以就是變相賭場 但是當你牽涉到變相賭場的時候 其實變相合法賭場 就變相不夠 非法賭場 爭 因為他的非法賭場 他那些 就等於外圍波 我如果有得合法買 我都買外圍波 不買馬會 沒錯 現在的貿易牆很發達 現在的貿易牆很惡搞 就是給倫敦金的那一整法 但是 這個又牽涉到 這個叫做 他都挺惡 外圍波是不合法 所以才很多人不敢買 或者幾人走 你倫敦金又要不跟合法規管 你又可以正常的途徑 可以去幫他買 真是很惡 是很惡 沒錯 但是 接著之後就進化了 進化了什麼 現在 大家一起 我和你全部都開上倫敦金 你又倫敦金 我又倫敦金 我怎樣搶一下 我就知道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給人買倫敦金 因為有些美女 有些好美的倫敦金機器人 你幫我買 你幫我買 好買 五萬五萬 十萬十萬 我有幾個朋友 都是因為這樣買倫敦金 有幾個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他們會發明了 簽了authorization 就是任何辦法 這個就是必然 就是他會授權了你去進行 如果不是 他可能會報 第二 他會比很高用 經濟 這是一個惡性競爭 因為你很高用的經濟的時候 你不出千 你很難給經濟那麼高用 而且經濟很快 現在一步一步來 首先就有美女 你又美女 他又美女 其實都不可以很快 可以賺到錢 於是他就要簽 那個的授權交易 授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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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美女去搶客 而你為了要欠贏最漂亮的美女 幫忙去簽倫敦金 就給他很高用 因為你給他很高用 如果是純粹用授權交易 有段時間都輸不完錢 所以就要想一個更快的方式 盡快銷完錢 接著就分給大家 是的 現在還關於美女問題 現在這宗國師科書的錢 是不是美女交易 我不知 一個30年以上的經歷 引陽富豪 如果輸幾億 我就覺得很難你一條女騙她 如果一堆女騙她 就這樣說 其實真正top sales 全部不是美女 美女騙的人很低層次 你想想 如果你一個人有多少身家 你很難會被一條女迷到 是 如果我有幾億身家 我現在千萬元玩女 也不用被女騙 但是一個有幾億的負荷 就很容易給一個英俊 這樣也就是 你又說得很厲害 所有top sales 就是做這一行 你首先要變成專業 其實最厲害的那群人 對不起 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路纖 所以要聽你的經驗之詞 即使我就是專業的路纖 於是你只要說 你就是這樣 你要是一個英俊 或者是一個很懂得說話 我幫你做投資 你才能殺到我 我看倫敦金說 我都看到很多MK仔的樣子 加上寶馬 那些就是top sales 是的 那些才能殺得厲害一點 其實男人是殺得厲害一點的 但女人除了這樣做 做什麼之外 還有女人殺一些很低層次的人 還有女人可以增加男生的士氣 可以增加工作時 在倫敦金的公司裏面 有多幾條女 我是那條仔都勤一點上班 不是 那條仔要是top sales 的女才崇拜你 是的 明白 鼓勵他簽人簽得更加進取 好了 我拉回這個 我之前一直聽過倫敦金的騙局 所謂的騙局 其實也不是騙局 就是你活該的 你簽了授權書 我作為一個銷售師 你贏又是會給我抽水 輸又給我抽水 那我就不靈幫你瘋狂地買賣 買到最後你輸了錢 那些勇都在平安 這是我以前聽過的 其實如果這樣是完全合法的 是 但問題是 那就不會被人拘捕 這雖然是騙局 但是是一個合法的騙局 但問題是 大家明知道是這樣的 你不知道 但如果原來你去的時候 那些人說 不如我們這樣說 我們這樣吹就被人拘捕 然後你繼續吹就假了 你的意思是 已經有人不滿意於純粹用 這個買買買賣 幫人輸掉錢的過程中 去賺佣 是 沒錯 那就簡直是一堆假 那你會輸得快一點 或者一堆東西 或者他商量的時候 經理已經這樣教員工 大家以前是 Hidden agenda 大家是 心照不孫 但當你去銷售的時候 你去教 做training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訓練的時候 那你就會出現問題 整個法律 以及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是一步一步來的 最初的時候 大家照樣了 我開賭場而已 然後大家 原來受賃都輸得快一點 雖然贏的機會好沒有 你又有授權 然後開始授權 然後開始 原來整堆東西都是假的 然後大家開始 就那些人 那些女兒 兒子也扮女兒去叫客 整個就是一個完整的騙局 再加上警察 跑進去做臥底 那整個揭起了 就是本來那個東西 我認識一個人做倫敦金 跟他講 就是現在洗手一講 這幾年就很聰明 他就說 哪個夠 證據也告不到 是的 不過這麼久以來 倫敦金都沒有事 他做這麼久都沒有事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你就是做了財串 那些人說是 是做大陸 固然做大陸 是做了財串 但是因為整個惡性競爭 就是因為 要分更加多的勇給經紀 還有如果你分的勇 分得不夠快 別人就跳速 我們就去到別處了 另外就是 亦都是很惡性循環 如果以前 我真的開賭場 我受理的 喂 你離張飛很惡的 喂 你就是你現在 就好像之前 我的隱形富豪 被人騙了幾億那個 你一錄一張單幾千萬 我未必受理的 你一張單幾千萬 你很惡 那我怎樣 我打出戒備人 是 如果理論上純粹 一般外圍 如果我是正正經經地這樣做 我打出戒備人 我照授 我都是做了財 你總之說對得平底盤的話 會賺到的 對嗎 對得平底盤就賺到的 不用怕 有張飛很惡的 我知道 即是不怕被人打爆樁 是 如果 如果 應該這樣 我倒進去這樣說 如果你是有一個合法的形式 去做倫敦金的話 你是會有個機會被人打爆倉 所以就要將那些飛分出去 是 但是現在 因為那個賭場 根本就不存在 是 那問題就是 我如果將 那個人在香港 他說這個 我不騙人也不行 因為如果我有倫敦金 我打出去 然後那個人 我想正正經重 我想賠錢給這個人 我打出去 那個人沒有賠給我 是 即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想找人分擔你的風險 都沒有 因為全部都是老千 沒錯 你打出去 其實輪到你被人騙 我想正正經驚 做賭場 賺少少錢 開間合法賭場 倫敦金 要不你就不夠人家搶生意 要不就別人不賠給你 結果都是要被迫做老千 我認為炒金是一個很正常的 大家去賭場 我之前 我做了倫敦金的時候 我也跟張德希 現在他是議會長 我有朋友 我都說 大家應該 將那樣的監管好一點 你們炒金 你厲害的 你就贏錢 在那些金人 就在賭場做 為什麼你要給倫敦金 這樣去搞 我覺得做金是應該的 即是一個合法的投資渠道 即是投機渠道 即是賭博渠道 但是那樣東西 不要去到 即是做股票 做世界股 你怎樣 我贏了 是可以拿錢就好 可以 即是很公平的 對賭錢來的 即是賭博比較高 不會有人入賭金 所以總括來說 這個倫敦金之所以 現在會被人拘捕 爆了 的原因就是 就是連連連想老老實實做的 老錢都不行 即是當你要逼著做一個 不顧一切 不擇手段的老錢 那這個煲 有沒有辦法 一定有 沒錯 好 下次再講